到位 过去不少人批评 四个月军事训练役 训练强度不够 但在课程调整之后 训练强度确实有了提升 而一月份开始实施的 一年期义务役 训练的时间 强度 方式 都有更全面性的思考 其实现在大家对 四个月军事训练认为 普遍都是认为 他训练的时间不够 也训练强度不足 所以国防部针对 明年义务役要进来之后 其实有经过缜密的规划 现行四个月的军事训练 他入伍是五周 那从明年开始 无论是志愿役 四个月或一年议期的 他的入伍训练都调整为八周 在第一个阶段 可以让他对爱国的信念 以军法系宣教 对 让他知道说 他身为军人要注意什么 然后成为一个 可以保国为民的一个军人 那第二阶段 他们是属于个人的专业专长 比如说 步枪的射击基础训练 新兵在成功领的日子 打靶一定是少不了的 而且在议期调整为一年之后 时代射击的量会再提升 每位新兵都要打满一百七十二发 而且不止握射 还要学会快速反应射击 自己的国家 自己保护 不止在成功领上 所有国军新训单位 都已经要开始准备 迎接兵役制度的新篇章 感谢观看